真的放一隻老鼠在這裡? 俊哥說一條老鼠鬍子也不要漏 怕不怕? 現在老鼠就在這裡完整無缺 再說, 我們能跟俊哥 預料不是被他打給他罵的 你不是不習慣嗎?走吧 是我不好意思, 靖 要你等了這麼久, 你先回去休息吧 等副市長準備好, 我再通知你 是禮的 謝謝你, 不好意思 再見 謝謝 謝謝 對不起, 你工作這麼久 我要謝謝你, 不是你 我也不知道外鄉人的生活環境 原來這麼惡劣 我一定要想辦法幫他們 但是你看你的手, 我弄成這樣 小意思 老鼠… 什麼事? 俊哥 老鼠… 走了, 不用怕 真可憐 不好意思, 表哥 老鼠都害怕 發生什麼事, 副市長 怎麼會有老鼠在這裡? 誰叫你們放龍老鼠 在副市長辦公室? 不是有副市長或要的嗎? 還不馬上撿回東西去捉老鼠? 是 對不起 對不起, 副市長 對不起, 副市長 對不起, 不要緊 坤若, 你有沒有事? 我沒事 我忘了你還在等我, 對不起 不要緊 反正我沒事做, 等了一會兒而已 坤若, 不好意思 原來你等繼祖的 我臨時臨急叫你出去 你不會怪他 不會, 怎麼會怪他呢? 正經事嘛 是呀, 待會我回莊家南樓 疏死完, 我才回去吃飯 你快點, 媽媽等了你很久 你有車來的吧? 在樓下, 我等你一起來才回去 不要, 我還有事要做 藝隊長, 麻煩你送一送許小姐回去 是的, 副市長, 許小姐 那我先回去 你表妹好像很不開心 她不會這麼小器 可能是等得久, 有點累而已 人家這麼遠過來等你不倒 當然是不開心 你一有時間, 一定要哄她 你放心吧, 我和她從小玩到大 她不會生我的氣 你對你表妹很好 剛才有老鼠撲出來 你立刻抱著她, 那我怎麼樣? 你呀?我知道你不怕 剛才在烏鷹里見到一碗老鼠湯 你好像想搶著來喝 老鼠也怕了你 那倒是呀, 我不怕老鼠的 尤其是上春頭的老鼠 都不會咬我 不過你又慘了, 你呀傷得挺鬆 我幫你包紮 我不怕的 有個這麼好的夫人幫我包紮 每天咬都可以 不要再亂說話了 真是對不起, 許小姐 每天都是我的笨手下 亂放一些老鼠在這裡 還嚇到你 不要緊 我聽到許司長說 你住在佛山幾年之前 你應該很熟悉這裡吧? 已經很小的事了 這裡也變了很多 我之前跟許司長行軍打仗這麼多年 不知道佛山是什麼地方 直到他調了我來這裡 我才知道原來他給了一份好猜事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多謝他好 許司長他對舊家屬真的很好 很照顧 副市長他又有才幹 凡是有親力親為 很多事情都不會煩惱我們這些客屬 大表哥平時做事是怎麼樣的? 他這個人做事經常都不知道下班時間 他的市民也好 很多時候我也聽不到有些人說他壞話 我們作為下屬都很服他 他做事就是太過認真了 副市長 不如我送你回去吧 不要了, 媽媽說我們不應該見面 你還相信嗎? 我們今天都見了很多面子 又不見又不吉利的事發生 還好說? 真是應驗, 傷口還好深 明天我會叫人再拿一口膏給你 叫人送你就無謂了 除非你親自送你 我們遲些都會成親 以後就有一天可以見面了 那一天不見, 如隔三秋吧 我要趕回去了 明天小谷過來拿藥 我今晚要搞清楚石劑 是不是真的還了寒塵 那好吧, 道大義士 阿姨, 藥方 鄭大夫是鄭大夫 阿姨, 麻煩你過來 阿姨, 有什麼事? 沒有, 我有些事不太明白 想拯救一下你的 你開了那些金銀花、白菊花 全部都是平價的藥材 試問我們上春堂有什麼錢賺 阿姨, 為何你不開人心 重造給病人呢? 保環保, 貴家藥材 不是人人都賣得起 原來如此 你做了大夫這麼多年 你不懂得看人嗎? 進來我們上春堂 身光頸領, 肥頭鎚耳的 那些就是有錢人 你知不知道有錢人最緊張是什麼? 他們最緊張自己的身體 他們怕有錢沒命響, 你知道嗎? 花點錢, 補身 我們只是幫他們, 是嗎? 好…我盡量吧 我真的辛苦你了 大小姐… 二叔 家綺, 進來漲狂了什麼? 今天藥荒進了醬了沒有? 進了醬了沒有? 問你為什麼? 如果進了醬, 我想拿回去看看 藥荒有什麼好看? 我想看看最近人們患了什麼病 不是, 那些病有什麼特別? 不是你, 二叔 我想看看最近開了什麼藥 家綺, 開了什麼藥 所有藥荒我都看過 這麼多年來的藥荒都是我進去的 你是不是相信二叔不過? 不是, 二叔, 你別誤會 我只是想看看藥荒而已 佳琪 阿蓉, 佳琪想拿藥荒就給她吧 西馬 佳琪, 你好事快要接近了 對呀, 應該好好休息一下 要不然皮膚不好, 那個上粉就不美了 你有空去塗哪些胭脂水粉 不適合你用的, 你告訴細馬 讓細馬叫人通通替你換過它 女人出嫁一定要漂亮的 知道了, 細馬 但是我想拿藥荒 阿蓉 來, 入完帳了, 拿去吧 謝謝二叔 謝謝細馬 阿蓉, 你就收一下嘴巴吧 他要藥荒就給他 媽, 你有所不知 這個臭女兒有時候偷偷走到帳房 這裡拿過藥荒, 你以為我不知道 我懷疑他在查了那些帳 就算是, 他也是幫他爹 幫了多久, 他就快要嫁人了 那嫁又怎麼樣? 你怎麼樣? 畢竟我也是他二叔 我是他長輩, 怎麼也要尊重我吧 長輩怎麼樣?他是大房所出的 我們是二房而已 論輩份, 論身分, 我們欠一折 兒子, 你忍一下吧 我忍了他們很久了, 還要忍? 你大哥已經有上年紀了 那個玉琴進門這麼久 連蛋也沒了一隻生客 過幾年了 上春堂就只剩下你一顆藍丁 只要那個佳琦了, 他就嫁出去了 嫁出的女兒就只是潑出了他的水 不管是否外加那麼多東西 那倒是吧 那嫁還嫁, 他出嫁那天 我無論如何都要倒杯茶, 扣頭給我才能出門 我也是長輩, 我吃硬他 你現在看的是TVB USA 官方頻道 想看多些TVB精彩的節目片段 就快點按下這個小鐘 訂閱吧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